作曲 李宗盛 比較功能性的 例如要抹槍 或搬動一些重的物件 或搬動一些重的傢俬 另一件事就是 可能要重複性 要扭毛巾拖地 例如經常要抹東西 變成肩膊 手腕 甚至前臂肌肉 都容易有爐損情況出現 甚至一些家庭主義 或一些病人 他會喜歡用毛巾去抹地 用毛巾抹地出現的問題是 你會經常跪在那裡 除了腰的姿勢不理想 令到肌肉容易拉傷 另外第二是因為跪在那裡抹 所以令到膝關節的壓力大了很多 這就很取決於平躺的時候的姿勢是怎樣 單純是平躺在床上 有機會令到他的關節僅硬一點 但又未知他睡著睡著睡得很痛 比較差一點的 例如他睡在梳化上 頸肩是靠著乙病的 根本不是一個很正確的姿勢 或者是正確的承托給你的頸肩 如果你說很長時間 半小時以上 容易產生的可能會出現類似 好像憤禮頸的感覺 是絕對建議大家做一些大養運動 或者是一些恆常的運動 去促進自己的身體會健康一些 甚至會提升免疫力 一般來說 是建議 無論是小朋友或者大人也好 一個星期 你起碼會有大概180分鐘的運動時間 因為建議那些運動 一般都會想是一些大養運動 會建議你穿回家居的波鞋去做 其實你始終人身體有重量 如果我們做那些運動 很多時候又包含了一些跳躍 或者是一些彈跳的動作 如果我們想同時間又運動到 又不會衍生了 可能有突然間腳痛 腳掌痛的問題 最好就穿回適合的運動鞋 那就會比較理想一些 做的時候 就是把腳放在肩膀闊上 當它跳躍的時候 雙手伸直向上就已經可以了 然後再重複這樣做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可以重複做五分鐘 可以其實兩分鐘兩分鐘這樣做去停 第二個也是一個動態的熱身運動 做的時候是抱膝 然後單腳站立的 轉換兩邊腳 輪流這樣做 重複這樣做 我們可以先做兩分鐘 休息一會兒 然後再做另外兩分鐘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兩個大養運動 可以在家裡做的 第一個就是原地踏步 大家只需要像平時我們跑步一樣 但是就維持同一個位置 做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大腿 是應該提到高骨盆骨的高度 因應大家的程度不一樣 大家可以在大概兩至五分鐘裡面 因應自己的舒服程度去做 接下來我們這也是一個大養運動 我們叫波比跳 做的時候會是蹲下 一連串的動作就是雙手撐地 然後再雙腳向後跳 再往前跳 再加上 所以最後的動作就是跳起 然後再重複做 可以做的時候 建議大家可以因應個人的情況 開頭可以先試試 30秒開始 30秒如果應付到的 可以慢慢遞增 做一分鐘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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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